大家好 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 欢迎你订阅 欢迎所有的朋友订阅 同时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的话 我更新的时候 你都会得到通知 因为我的视频一般都不长 也就是十几分钟 十五分钟以内 所以有的时候 我可能一天会做两个不同的视频 来谈一谈 我对美国的一些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经历 和一些个人的故事 刚才我谈了一下 家庭有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那么未来该怎么办 因为美中两国关系紧张 这已经成了大局 大的趋势 那么这些小孩的未来怎么办 起码在未来这五年 所以家里有孩子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这一集我就谈一谈 在这种大的气候 大的环境下 如果你想出国 你想走的话 究竟怎么办 当然前几天也有朋友留言说 像我们这种逼民 对吧 很多东哥的粉丝 逼民 我哪有100万 我哪有100万美金 对吧 当然你肯定没有 如果是东哥的那种 所谓的逼民的定义来讲 可能都是贫苦老百姓 的确不像是一些有钱人 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 其实一般的中国人 所谓的有钱都压在房子上了 都是成为房奴了 哪还有那么多现金呢 是不是 如果你要是再把它变成美金 对吧 你这七块人民币只顶一美金 所以你要想筹那100万美金 的确是相当的困难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更现实的办法 我就跟这个很多人讲 我就说条条道路通罗马 对吧 有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渠道 其实呢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对吧 你是说我想从目前这个状况 把这个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或者是把小孩带出来 换一个新的教育的环境 对吧 实际上呢 实际上也有不少的国家和去处 可以去 也要不了太多的钱 也没有必要非得一步就要到美国 一步要到美国 其实不简单 所以我今天呢 并不是想谈美国 那么我想谈的是小国家 对于中国来讲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小 对吧 无论从人口变地理 这个的面积啊等等都小 对吧 所以我还是想谈一谈小国家 也就是说 目前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走向啊 是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 那么西方和中国关系 在这未来这几年也不乐观啊 这些都是因为有这次新冠肺炎这个大的这种 大流行病 全球爆发的这种大环境下所造成的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我个人 我本人啊 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美国西方世界 与中国的关系啊 是不乐观的啊 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人在国内啊 有的人也能够看到这个趋势 也能够看到中国或者是顾虑 中国未来会怎么办啊 这个这个如果这个西方世界或者是很多国家 对中国采取一个封锁的这么一个态势的话啊 那我们老百姓该怎么办 当然了 你要是能够看到这一点啊 也许现在是是走的时候啊 也许现在是走的时候 那么呢 你可以真的是可以啊 考虑办一个小国护照啊 小国护照 目前能够办小国护照的啊 其实费用有的也不是很高 如果一家三口的话 可能加起来吧 各种费用二十几万美金啊 有的呢 比如像加勒比海的护照 对吧 加勒比海的护照 有一些小国家 其实像圣卢西亚 我挺喜欢圣卢西亚的 这些英联邦制度的国家 英联邦国家啊 圣卢西亚 格林纳达 圣基兹 当然有的国家是很小啊 可能你也不会去那住 你可能就要拿个护照啊 拿着护照走路啊 走路啊 走出去再说 啊 像这种国家的护照呢 实际上一家三口啊 它 差不多就是二十几万吧 二十几万 那么你说这些有的国家太小 是吧 那你可以考虑巴拿马共和国 巴拿马共和国呢 它是在中美洲的 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啊 有一千多万人口 我一一我非常喜欢巴拿马啊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啊 非常的漂亮啊 特别起码是大巴拿马城啊 首都那一片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跟香港似的啊 整个的是西方的体制使用的是美元啊 旁边有两个工业区 一个就是啊 都是自贸区的那种形式的 一个太平洋啊自贸区 还有个克隆自贸区 这里面都可以开公司啊 像在巴拿马你只要啊 无论你是买房和存钱加起来也行 或者单独买房 或者单独存钱 你可以拿到巴拿马护照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拘留啊 拘留开公司干什么都行啊 全家的啊全家的 那钱还是你的啊 那钱还是你的 因为呢什么呢 你存在那个银行里啊 护照有效期是五年 然后你知道钱存了 你再可以去延期再延五年 你的公民你的公民身份 仍然是中国国籍啊 这是巴拿马护照一个独特的地方 那格林纳达护照呢 他是可以办一二签证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拿到格林纳达的护照 你可以申请美国的一二签证啊 这是他们之间有这么一个协约啊 然后在美国开个小生意啊 开个小公司啊 花个二十几万设个公司 这样的全家一样可以过来啊 啊 那么你说这些国家可能太小 我还想再大点 那么你去考虑 这个这个土耳其 对吧 土耳其共和国啊 这个护照项目半年就能拿到 对吧你就买个房子 买一个二十五万美金的房子 这个也是一个 哦 比较稍微现实一点的啊 稍微现实一点的 然后土耳其也可以 呃 申请这个一二签证啊 一二签证也是可以的 还有黑山共和国啊 黑山共和国呢 要投资应该是稍微多一点啊 三十几万美金啊 欧元欧元吧 应该是欧元啊 这个呢 黑山共和国也是可以申请一二签证的啊 那么一二签证呢 他上市美国的一种叫做啊 贸易投资签证啊 他是跟一些所谓跟美国友好的一些国家 的一种协约和协定啊 这些国家的公民只要他拿到护照 就可以来申请一二签证 在美国开设小型公司啊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拘留性质的签证啊 和工作的签证啊 他并没有就是说让你进行绿卡啊 当然可能有这个可能啊 但是呢 起码就是说我迈出了第一步啊 我走了 我迈出了第一步啊 那么这个一二签证的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呀 你这个主申请人 比如说你是北京的或者上海的 你可以主申请人是中国国籍的国人 但是呢 你的那个副申请人 也就是说你的小孩可以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宝 或者是你新加坡国籍的老公啊 因为国内有的时候要搞所谓的身份配置嘛 也许他妈的脸口子 老公是外国人 或者是外籍的 对吧 拿新加坡护照或者是泰国护照 或者是哪个护照 而老婆是中国的 或者是老公 是中国国籍 小孩是美国国籍 对吧 所以一二签证呢 他呢 有一个好处 就在这个方面 他是比较灵活的 主申请人是中国籍 但是他的夫妻申请人 并没有限制他 外国籍也是可以的 就是外国身份是可以的 那么还有国家呢 比如像土耳其 像那个叫葡萄牙西班牙 这都是那个小董 那东哥都提到过 像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 你其实不要小瞧别人 这些国家在几百年前 那真是好大国呀 你想想那远洋船的打遍全世界 是不是 当然了最近这几十年来 他们的经济完全是改 就是说这个经济模式呢 已经不像过去 这是依靠海洋经济嘛 那么现在像葡萄牙呀 西班牙呀 他们的经济主要是依赖 依赖呢 这个这个旅游业 旅游业占了很大的比重 所以在那儿呢 生活是非常的轻松 轻松 然后呢就是说慢节奏 房价也不是特别的贵 对吧 而且他毕竟是欧盟国家 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体制 是非常的民主的 而且这个教育也不是很差的 教育一样的很好 虽然呢 中国人有一种大国心态 说他们多大呀 这我操到那么点小国 能干嘛呀 是吧 其实你呢 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么想 这个你别看人家小 对吧 其实别人也不差 所以这些国家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些都可以考虑 你是可以拿到这个 所谓的居留 居留账 因为他们这个欧盟啊 有一些叫什么黄金签证 包括像还有 当然了 这些呢 可能都是涉及一些 要买房子的 也还是要买房的 或者是投资 但是这个像葡萄牙西班牙 可能那个投资稍微多一点 稍微多一点 那个欧元嘛 他们可能是要五十万欧元 什么的 那么还有包括像过去在中国移民市场上听火爆的 那个塞浦路斯啊 希腊啊 其实这些国家都可以考虑 只要你觉得 你觉得你想要把握这个时机 现在就是这个时机 再晚了 你连外汇都出不来了 现在过去不是说外汇一个人能够换回五万美金吗 你现在去银行试试去 你说我要换五千美金可不可以 我要换一万美金行不行 你先去试试 这个大趋势摆在这了 今后这个外贸啊损失会很大 外汇储备会越来越低 那么对个人换回出境的限制也会越严格 所以 如果你认为啊 你那个有必要让孩子出去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全家出去 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紧迫的时刻 啊 所谓的大国担当 小国护照啊 你大国该怎么担当 就去担当 但是作为一个小的家庭啊 一个小的分子啊 大国护照拿不着 那你就打小国护照 拿小国的拘留 小国的啊 拘留照啊 所以这就是我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 好啊 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吧 啊 像那个有的国家呢 只是适合拿 啊 拿一个啊 护照 比如说应该有一个叫做 啊 瓦努阿图在那个 新加啊 这个新西兰那边啊 和在那个澳大利亚那边 比较近一个太平洋小国啊 啊 只要十万啊 什么的就可以 拿到护照了 但是你可能不会去那住 对吧 但是 但是呢 啊 起码你能够拿到的护照 可以跑遍一百多个国家 不需要签证啊 不需要签证 有的是落地钱啊 所以总之 大家可以考虑了啊 我今天就啰嗦到这儿 啊 谢谢大家啊 的订阅 谢谢大家的观看 啊 欢迎你 这个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啊 一旦有 对你感兴趣的这个节目 你都会 自动的收到这个通知 啊 同时呢 也欢迎 这个大家推荐其他朋友来观看啊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的 对吧 刚开始需要大家的捧场啊 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关爱啊 谢谢啊 再见